百官新抗郭台铭退出总统大选选战之后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在蓝绿对决态势当中 2020总统大选 蔡英文获得54.8%的选民支持 韩国瑜则是有28.7% 韩本力挺 而看到蔡英文这大赢的幅度来到26.1%了 而这份民调当中 看到是来自是汇流民调所做的 那么除了刚刚看到是五成四 对上二成八这个差别之外 就在年龄的分析层当中 也看到郭台铭在宣布 不选总统之后 知识者的选票似乎也被解读 是完全没有回流到韩国瑜身上 尤其是在四岁以下的部分 看到韩国瑜受青睐的程度 似乎没有办法跟蔡英文 动辄五六成的这样的支持度 来相抗衡的 而在总统的看好度部分 底下当中也看到了 那么彼此之间差距也几乎有两倍之多 但有趣的是 这份民调的调查当中也发现了 在柯文哲正式成立台湾民众党之后 台湾的政治版块 看到政治版图逐渐在移动当中 因为在政党的支持度项目 事实率里头 看到民进党是三成五的比例居贯 那么看到国民党则是二成九左右 而另外则关心看到是台湾民众党 越级第三名了 是有百分之九点二的支持度 而至于时代力量 在这份的民调里头 不分区的政党票当中 那么稍微是比之前回稳了 起码突破了百分之五 这样的一个门槛 而针对看到 柯文哲主党要立拼国会的席次 之前传出说 与郭董有共识 就是不出钱只出人 而今天看到柯文哲接受访问时 则特别说了 就依照政治宣经法 可以捐多少就多少吧 但他还是不赞成拿钱 来打昂贵的选战 希望可以让群众 开始用群众募资的方式 也变成新选战的模式 而至于不断传出说 柯文哲跟王津平都陆续派人 要接触亲民党有意 是拿政党推荐总统门票的事件 这一下让亲民党内部 有两派不同的声音 那么反派则看到 是亲民党团的主任 那么张顺文不满 柯文哲态度很摇摆 那么诸多批评 对这样的情形 柯P则回呛了 男人看到 看人像回呛说 最近是在卖什么药吗 强调自己不在意的事情 可是多得很 国语 国语 韩国语 在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退选后 高雄市场韩国瑜声声呼唤 希望蓝营能回郭团结 但数次民调恐怕大大打脸 根据最新民调 在蓝绿对决情况之下 总统蔡英文支持度 百分之五十四过半 云韩国瑜百分之二十八 相差高达百分之二十六 郭粉的票难道真的回不来了 蓝营内部研判 郭台铭不参选 反倒让简兰中间族群流失 更明显反映在立委选战 其中政党票的民调 民进党以百分之三十五领先 国民党的百分之二十九 民众党也有百分之九 按照目前拉音的立委情势 辅选人士也坦言 整体席次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席之间 如果要到达党内目标六十席 挑战相当大 所以说现在的民调不可能反映事实 国民党想要改朝换代 偏偏韩国瑜民调支持不上升 甚至与蔡英文选输大 若只靠韩粉想赢大选 恐怕无法赢大局 接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